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本来就要死了 都趴在地上不叫了 眼睛眯着 本就难活过今天了 岁儿 别耍性子了 人都快饿死了 还管得了畜生 你奶奶一天昏过去几次 梦话都念叨着想开婚 你这孩子 到底是要奶奶还是要离奴啊 岁儿 听话 趁热也来吃点吧 不吃算了 再晚点 才儿就都吃完了 一点都不给你留 好 连云 孙儿正心情不好 别去饶她了 让她自己静静 女儿也大了 她能想明白的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上次去换粮的时候 看到镇上的很多屋子都是空的 人都逃走了 听说都在往东跑 要往陕州去 陕州 沈夷不是说那里刚闹了兵变 支线都被人杀了 沈夷竟会扯起流言 我问过向老 他说那里并没有兵变 而且你仔细想想 陕州临近铜关 周围驻扎了那么多军队 谁敢在那儿兵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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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么我们也往东逃 不行 娘走不了 两个玩儿也还小 咱们挪不动啊 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往东逃 关岛山里都是蹲着 抢粮的盗匪 不好走啊 可这样下去 吃不上饭要怎么办 镇上的当铺还开着 我明天再去当些东西 再去找乡老买些粮 要么把我的镯子也当掉吧 那是你爹留给你的 还是算了吧 当掉吧 现在梁家一直在涨 趁早当了买粮 等灾年过去 我们再把它赎回来 可是 我认为你爹留给你 娘 刚才 你们是不是 给我喂了点汤 对 给娘喂了一点汤 我喂的 什么汤啊 酸味那么重 离奴的肉汤 还怪不得 汤还有一点 娘要不要再喝点 不要 我不喜欢离奴的味道 而且 我马上又去见阎王爷了 不必给我喝汤了 你们自己喝吧 娘 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你的气色比昨天要好多了 我自己怎样 也只有自己知道 我 刚去了一趟鬼门关 捡了牛头麻面 他们想用锁链套我 我一甩身子 给震开了 我不是怕跟他们走 只是有事 还没跟你们说完啊 娘 你说吧 这灾呀 来的突然 但想来也早有预兆 早几年你爹走的时候 我就做了噩梦 梦当的场景 和现在一模一样 现在说的话 好像在梦里也都说过 你们在我走后 一定要去找水 要去找蛇 蛇的旁边可以挖井 有了井 有了井 村里的人都活了 在后院的那宝贝 不要吃 不能卖 因为有神仙寄宿在上面 不能得罪神仙 我想见猜儿 猜儿在哪儿啊 奶奶 我在这儿 猜儿真乖 我 为啥 猜儿呢 岁儿 快过来 奶奶 我来了 财儿 孙儿 来 奶奶要给你们讲故事 娘 你这身体还是好好休息吧 不休息 我比刚才感觉更有精神了 睡不着了 我就想给两个玩儿 多讲点故事 你们忙你们的 就不要管了 哎 财儿啊 之前听过鬼差的故事吗 没 那 吞腰的故事呢 夜门 哎呀 那看来奶奶之前竟给孙儿讲了 都没给你讲 那我先讲吞腰的故事吧 几百年前 华州附近的华山上 住着一头豚腰 秀为千年 专吃小娃子 四个小娃子被捉了去 其中 有个勇敢的娃子 藏了一把刀 准备要杀那屯腰 小娃子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